你好 今天在我们周围找了一个公园 找了一个公园来散散步 然后我觉得秋天也挺漂亮 我就带了把堂椅 折叠椅 然后到树林里了 来录录视频 我觉得换换环境也挺好 因为Verdinia秋天还是挺漂亮的 秋天它的色彩比较丰富 我也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就找了一个地方 要不就光线太逆光 就拍录像拍视频拍不出来 要不就是后边景 不行所以我找了半天 林子里边找了这么一个地儿 还可以 这个地方算是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原来的古战场 现在是国家公园 属于国家公园管理局 这么一个地方 叫Budfield Manassas 它的南北战争当时是一个古战场 而且在当时 北方军和南方军 有一场经典战役 就发生在这个战场 而且可能 我的树林下面 或者说我坐在椅子下面 就有以前的 就有以前的 阵亡将士的遗骸 这都没准 搞不清楚 晚上别来 白天可以 秋天可以来散散步 最近我收到很多 网友的留言和私信 我觉得最近尤其特别多 特别多 我觉得跟开玩二十大有关系 很多人去问我留学 因为我知道出国 不光是留学移民 怎么能想办法出去 因为现在很多人 你说有钱人 提前人家有计划有准备 他没计划没准备的 现在肯定也是得破釜沉舟 也是得贱卖资产赶紧走 现在你看到股市 包括北上广深很多房市 我也看到新闻 推特仪的堆 抛半价腰斩的价格 抛售豪宅 有的是 因为你不往外抛 你没办法 而且你这个价钱 还没人敢接盘 你说现在经济这个情况 谁接你这盘一抄起来 好几千万人民币的房子 谁接得动 所以这个也是问题 那么最近就发现 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邮件 有好多 一天好几封 什么私信了 然后给你邮件了 问你怎么去美国 这样那样的 其实我在我的以前的视频里 说的足够多了 我觉得说的足够多了 我就是想说一个 能给我发邮件的 能留言的 你能看到YouTube 能够在推特 看推特的这些朋友 其实你有大量的机会 去搜索你应该能查到的信息 你就不用来问我 你自己做很多工作 你就可以能解决的 我觉得问我 来问我的 有好多 它确实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还有一部分就是懒 就觉得你跟我说说吧 你有什么办法 我怎么出去 你自己动手查一查 这种信息搜索类的工作 你是能够做到的 你如果能解决信息搜索的工作 你在美国就能混下去 你如果自己连这一条 你信息都找不到 就是相关的 对你有用的信息 包括网站 包括一些论坛 你都找不到 你都不会动脑筋 你就比较费劲 比较费劲 当然有很多人 确实是他找不到方向 他不知道从哪下手 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在你来美国之前 跟你出国移民有关的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你把比如说 immigration 移民这个单词 你查到employer 找工作的 job等等 这些你知道 比如工作了 移民了 比如说visa签证 就是这种车 我说的是最土的办法 最简单的 就把这些关键的英文单词 你记住他 然后你反复的海量的 把这些简单的英文单词 放在英文的google里面去搜索 你后边加个us 或者你加个job visa us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搜 有无数个网页出来 有一些大公司小公司 甚至链接到什么律师事务所 链接到的什么律师行业协会 一些工会协会 一些福利组织等等 各种各样的 你进去找和你有关的信息 你不要停留在这个 有很多人 我知道他是翻墙出来 看这个华人论坛 比如说新加坡华人网了 什么纽约华人论坛了 你不要看那些网站 那些网站没有用 那上面写的 律师链接什么的 那些是有些帮助 但是你要知道 你首先要知道 这种网站 它的运营中心 在我们天井 在我们天井的喜庆区 我用天井话说 这些网站是中国的一些公司运营的 它不是美国弄的 所以你要查英文的那些信息 然后如果你英文不够熟练的话 你可以借助Google这些翻译软件 现在太多了 这种翻译软件 特别多 非常简单 所以很多人英文下降 其实也有这个原因 就是翻译软件太多了 很多人英文就不行了 他不学了 所以你要能找到这些信息 这首先是你能够具备到美国来闯荡的一个基本素质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锻炼啊 你连这个东西都找不到 你到美国来两眼一瞒黑 你还天天问张三里斯王五 我去哪上班 我怎么找工作 我怎么这个人家餐馆老板让我刚开始干 我怎么刷碗 你还问你的前辈吗 你要想办法你自己学呀 你自己现在互联网这么简单 我原来认识一个老前辈 这个老华侨跟我说 他刚来美国的时候 所有信息什么东西 就逼着他自己去图书馆 没办法 他要干什么刷碗 或者人家让他盖个房子 去个人当助理 人家让他当助理一个月建房建筑公司 一个月当助理 给他三千美金 那个年代 他非常高兴 我天这巨款啊 但我怎么去个人当助理 自己跑到图书馆 就狂读了两个星期去查 跟建筑有关 什么木工活怎么干 自己去查 那时候跟现在不严 现在都视频了 都是手机了 你搜YouTuber这上面一的堆 教你怎么做木 一看一目了然 出哪门进哪门 先干哪个 后去干哪个 先刷哪个 后定哪个 多简单 所以信息搜索能力 也是你来美国 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基本能力之一 就是你不要 还是形成习惯 你告诉我怎么弄吧 你给我出出主意 或者你告诉我怎么弄啊 这些东西 信息搜索类的 你都是可以自己找到的 你要去自己做这个工作 另外我说一个 这两天有一个 比较有代表性的邮件 就是我也收到很多邮件 最近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一个学生吧 他是想到美国来留学啊 家庭条件很一般啊 也不能说很一般 就普通普通家庭吧 在一个中等城市 大概这样的 那么这种情况的比较普遍啊 有钱家庭也不是这样的啊 但是特别这个家庭条件差 这些孩子呢 也没有这份奢望 他也不指望我自己能去美国留学 他就觉得我在大城市读过大学以后 我去什么最大的理想 我去腾讯上班 我去阿里巴巴大厂上班 就不错了 那不行 我就当去送外卖怎么怎么样 他也很认头干活 那么中间这一大块 其实是很大的比例啊 家庭条件一般 父母呢可能是本事的退休职工啊 家庭条件有点存款 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呢也不能也不足以支付你的留学的费用 就这一块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啊 我出一个比较激进的建议啊 但是这种建议可能会挨骂 但是我觉得 反正我是有给我身边的朋友 有这种激进的建议啊 就是你可以压上你的全部身家来干这件事 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足够有决心 足够有耐力 你这个全部身家就赌上了你父母 所有后半生的财富 比如说你们家就是普通退休职工 你爹妈一个月就几千人民币的退休工 就供你上学也几乎没什么存款了 有几万块钱存款 家里有个房子也可能支个几十万 你就把你所有的 你甚至把房子都抵押出去 拿着这贷款 贷款出国来旅游 来上学啊 不是旅游 来上学 你出国来上学 你只要有这份决心啊 留在国外 你好好念你的专业 好好学你的专业 即便你的专业毕业之后 找不到合适 太合适的工作 你也有你的生存之道 即便你的工作解决不了你的身份 你只要能耐得住你的忍耐啊 你在美国十年八年也好 是能解决你的身份的 而且你等待的这十年八年过程 等绿卡的这个过程当中 并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你在美国生生结婚 什么这买房 你是找工作都不影响啊 都不影响 只不过你现在没有绿卡 但是我说前提下你是有工作签证的啊 没有工作签证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我就愣留下来了啊 像美国有很多的转这个身份的途径啊 所以为什么我说你既然如果听我的建议 你有这种决心把你父母的这房子都压上 敢下这个决心啊 敢下这份赌注 那么你就没有退路 你就在美国要好好干遵纪守法 你就把你的这个根就扎在美国啊 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现在美国留学呢可能贵一些了 但是你如果自己申请的话 几十万呢什么人币啊是有的啊 有很多的办法 有很多的这种学校 另外呢你不光就非得瞄着美国啊 其他的那些国家 像中东欧的中欧那些国家呀西欧的国家呀 澳大利亚新西兰啊 包括东南亚你都可以去尝试 因为如果说你想现在先换一个环境啊 到这个这个其他国家 当然你如果能最一步到美国和加拿大是最好 移民国家就是这个这个五眼联盟啊 移民国家英国现在缺人啊 德国也缺人 现在这个机会 你如果高中毕业 那么我觉得你高中毕业之后呢 你就申请上美国的大学啊 美国的有便宜的社区大学 有这种州立大学都不贵啊 学费也不贵啊 门槛也不高 你就先进来 然后申请你的专业 其实你来美国上学的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上学 第二你是为了留在这儿 你是为了今后解决你在美国安身立命 把家安在美国解决你的身份 把父母接过来 你是为了这一份家族迁徙的这种责任啊 所以呢 你可以压上你的全家的身奖啊 这是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前提你要有足够的足够的能够付出你的努力啊 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有这份决心你是肯定能成功的啊 反正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能失败的啊 就是有这份决心我就熬着 基本都成功了 个别不成功的 我告诉你是吸毒的 这个赌钱的 还有在美国犯罪的 这就是反正你有不良嗜好和犯罪 那你肯定就完蛋 你只要你不沾这些东西 你吃苦耐劳 你也别说你吃多大苦啊 就是你你你不用吃太多苦 我觉得你你如果说 国内像那个富士康的那种那种薛汉工厂啊 外卖小哥啊 996啊 你都觉得那种苦你能吃 那你在美国你就 你要比那舒服的多啊 就是你你如果能吃那份苦的话 你在美国要比国内舒服的多啊 好吧 这也是我最近啊 接到一些邮件啊 因为呢 这个政治形势呢 使得很多人啊 就觉得我得走啊 我得走 我们这周围啊 还有很多这个私人飞机场啊 还有这周围还有骑马的啊 这是小飞机啊 这小飞机 它的这个低空飞行 所以它的噪音比较大啊 我们这旁边就有一个小机场 好吧 今天就是做这个出来看看秋景啊 然后也出来溜达溜达拍拍照片 然后呢做出邻里换环境啊 跟大家网友聊一聊啊 就是我收到的一些信息啊 收到的一些 大家能够看到我那个YouTube平台 我那个个人简介那儿啊 有我的这个邮箱啊 就是OIT Derek 然后我那是雅虎的邮箱啊 你可以发我那个邮箱 你有什么问题 因为好多的网友就给我留言说 什么推特啊 怎么这样不能私信了之类的 你就给我那邮箱发邮件就行啊 你发邮件就行 我看到的 我能帮你的 我一定会回复你的信息的啊 其他的如果解决不了的 我就回复不了了 好吧 谢谢